看姐说找安哥,大家好,我是安哥,这里是安小言说电影 今天安哥给大家讲一部,一个不会游泳的探险家 却用一艘小木筏横渡太平洋的电影《孤伐重洋》 废话不多说,让我们开始说电影吧 故事开始,我们的男主索尔是一个非常热爱冒险的孩子 他总是去尝试别人不敢去做的事 这天索尔为了拿回伏冰上面的工具 他不顾朋友的劝阻,大胆地跳进伏冰上面 结果他不但没有拿到工具,还不小心掉到水里,被冻得不轻 经历了这件事之后,索尔不但没有吸取教训,还变得更加大胆 镜头一转,索尔长大了 热爱冒险的他来到了玻利尼西亚岛 这里生活了一些与世隔绝的土著人 这次冒险,他还带上了自己的老婆 这天索尔跟土著人首领闲聊的时候 得知他们的信仰是太阳神 他们的祖先来自东方 他们最开始也是从东方迁移到这里道 晚上土著人首领带索尔来到一尊神像前 这是一尊古老的太阳神像 索尔一眼就认出这是秘鲁时代的印加文明 那么问题就来了 科学家们已经证明玻利尼西亚人来自西方 那么这里为什么会有东方的古代文明呢 索尔带着满脑子的疑惑,研究了十年之久 他推测玻利尼西亚人最早在东方生活 后来才迁移到了这里 这天索尔来到美国纽约 跟一位教授讲起自己的观点 但教授对索尔的观点表示不赞同 他认为土著人没有船 只能依靠一艘小木筏 是不可能从秘鲁飘到玻利尼西亚岛 而索尔为了证实他的观点 他来到国家地理学会 想要拿到一些资金 他打算造一艘木筏 靠着洋流和海风 从秘鲁飘流到玻利尼西亚 以此来证实玻利尼西亚人的祖先 是五千年前从东方漂流而来的南美洲人 但这些教授们也不赞同索尔的观点 因为小学生都知道 玻利尼西亚人来自亚洲而不是南美洲 再次碰壁的索尔并没有放弃 这天索尔在饭店结识了一位冰箱业务员冰箱男 冰箱男听了索尔的想法之后 两人一拍即合 随后两人就乘坐飞机来到秘鲁 索尔带着冰箱男来到港口 和自己一个水性很好的发小 以及两个精通无线电操作的高手会合 随后索尔又找来一个精通摄影的人类学家 最后索尔在壁鲁总部那里获得了此次航行的资金 于是几人花了一个多月的时间 终于将木筏建造完成 在临走前的几个小时 索尔突然回忆起 时间前他和老婆在玻利尼西亚上的遭遇 当时老婆的腿受伤了 但因为他们来的时候没有带医疗用品 所以他们只能用芦荟来涂抹伤口 虽然老婆现在已经好了 但索尔这次吸取教训 带上了充足的药品 随后索尔等六人在人们的欢送下出发了 刚开始的情况还不错 在阳光明媚风平浪静的海面上 几人在海风的吹拂下吃着午餐 午餐过后 索尔在一旁玩起了摄像机 他拍下了暴风雨来临前的宁静 和那些从海里跳到船上的飞鱼 到了晚上 天上开始电闪雷鸣 刚开始只是下了一点小雨 但索尔也没太在意 不过等天色完全变暗的时候 海上下起了暴雨 索尔赶紧把几人叫醒 然后准备降下船翻 但却为时已晚 狂风将船翻吹烂 索尔也不小心掉进了海里 虽然他不会游泳 但在发小的救助下还是活了下来 到了第二天早上 暴风雨已经停止 索尔在这刺眼的阳光中醒来 木阀上面已经是一片狼藉 不过索尔还是很高兴 他们挺过去了 此时冰箱男发现了一个很严重的问题 他发现木阀在海水的浸泡下 已经开始腐烂了 而木阀在经过狂风暴雨的洗礼后 也偏离了航向 于是他们打算用气球升高天线 企图与大陆联系 经过无线电操作员大卫的不断调试之后 他们终于收到了信号 但那只显得无聊的鹦鹉 却一嘴将天线咬断了 气球也随即带着天线走了 索尔的发小责怪大卫 为什么要带那只鸟来 原来大卫怕在航行的一段时间无聊 于是就把这只鹦鹉带过来了 不过现在说什么都晚了 众人只好绝望地看着气球越飞越远 到了第二天 索尔坐在外面测算航向的时候 无疑间发现了一条金鲨 于是他赶紧拿来摄像机拍下了这个画面 打算回去卖给媒体大赚一笔 而冰箱男从来都没有见过这样的场面 他发现金鲨越游越近 担心金鲨会先翻木筏 于是他拿起鱼叉 不顾众人的劝阻 一下刺中了金鲨 好在金鲨只是被吓到了 并没有先翻木筏 不过冰箱男被金鲨吓得不轻 他开始担心木筏会出问题 于是就开始不断地检查木筏的安全隐患 他发现木筏底部的木头已经腐烂了很多 而且捆绑木筏的绳子在原木的撞击下也断了好几根 不过索尔并不在乎这些细节 他调整了木筏航向 并找到一处信号不错的地方 终于他们与挪威驻美国大使馆取得了联系 他们向大使馆报告完情况之后 索尔突然心血来潮 想要拍一段木筏的全景影像 于是他乘坐橡皮艇来到了木筏后方 成功拍下了木筏的全景影像 可刚拍到一半 其余人发现索尔周围有一条鲨鱼在游荡 于是他们赶紧将索尔拉了回来 人类学家健壮赶紧向周围撒下鲨鱼剂 而索尔的发小问他为什么把汤粉散出去 他对此很懵逼 难道这不是驱沙剂吗 那驱沙剂在哪呢 显然是被他们当作汤粉吃掉了 随着时间的推移 他们已经在海上漂流了一个多月 这天那只鹦鹉不知怎么回事 突然跳进了海里 大卫想要施救 但已经来不及了 只见那只鹦鹉在海面上扑腾几下后 直接就被一条鲨鱼吞了下去 大卫见状直接被气炸 他抓准时机 直接将鲨鱼拖上了木筏 随后他就用随身的一把小刀 刺死了鲨鱼 这下大卫是消气了 但是从鲨鱼体内流出来的鲜血 引来了更多的鲨鱼 冰箱男拿来两捆钢丝 提议用钢丝加固木筏 因为绳子已经断了好几根了 必须用钢丝加固一下 才能保证木筏不会散架 但索尔并没有用钢丝加固木筏 而是把钢丝扔进了海里 冰箱男很是郁闷 他心不在焉的走在木筏边缘 结果一不小心滑了下去 冰箱男在水里扑腾的时候 他身边正好游过几条鲨鱼 众人见状赶紧施救 他们把绳子扔下去 让冰箱男抓住 可绳子太短 冰箱男没抓到 于是他们又把那条鲨鱼的尸体 扔进海里 引开鲨鱼群 大卫很自责 如果刚才他没有杀掉那条鲨鱼 那也就不会引来这么多鲨鱼 于是他赶紧跳下去救冰箱男 此时鲨鱼的注意力不在冰箱男的身上 这才让大卫救下了冰箱男 这次经历过后 让索尔开始自我反省 他自己倒是无所谓 但他不能不把其他人的性命当回事 于是他放下架子 主动向冰箱男道了歉 他说他之所以没有去救冰箱男 是因为他不会游泳 而冰箱男并没有把这件事放在心上 他原谅了索尔 这天索尔的发小和往常一样 在测算他们的位置 结果他发现 他们已经搭上了南池道洋流 于是他赶紧把这个消息告诉了索尔 经过这么长时间的风风雨雨 他们的小木筏终于走上了正轨 船员们高兴的相互拥抱起来 随后他们把这个好消息 通过无线电告诉了大陆那边 之后他们只需要静静等待胜利的到来 镜头一转 探险队在海上已经漂流了101天 这天早上 他们正和往常一样 刷牙洗脸做早饭 就在这时 大卫通过海面上的倒影 看见了一只海鸟 这也就意味着他们距离波利尼西亚岛已经很近了 此时他们最大的危险已经不是鲨鱼 而是环绕在波利尼西亚周围的礁石 如果他们硬闯 木筏肯定会搁浅 运气不好的话 木筏还会散架 此时冰箱人提出一个建议 先用绳子将木筏固定在礁石周围 等待海浪 等待海浪到来的时候 就割断绳子 如果运气好的话 他们就可以乘着浪头越过礁石 虽然这个方法很冒险 但索尔表示他就喜欢冒险 其余人也表示赞同 于是他们赶紧行动了起来 在他们可以看到岛屿的时候 一切已经准备就绪 等木筏离礁石越来越近的时候 他们将一些重物捆起来扔进海里 时间不大 海浪已经来临 他们要割断绳子 但还没下手 绳子就自己断了 最后他们虽然越过了礁石 但海浪把小木筏给掀翻了 不会游泳的索尔 在水里拼命的挣扎着 等他站起身时 发现水刚刚过腰 原来他们已经到达了目的地 随后船员们推着橡皮艇 也都顺利上岸 电影到这里就结束了 电影《孤伐重阳》 是根据挪威著名的探险家 索尔海尔达尔的真实经历改编 在这个嘈杂的社会当中 有人愿意选择普普通的生活 上一所普通的学校 选择一份普通的工作 拥有一个普通的家庭 而有的人则渴望极好和极坏的生活 极好和极坏一定是同时出现的 不能单独出现 就像影片里索尔享受着实现信仰的乐趣 就必须冒生命危险 用泥鲁绳而不是钢丝绳做木筏 当他最后成功到达玻利尼西亚 享受着终于证实自己的观点时 妻子却带着孩子离开了他 电影《孤伐重阳》 不仅是现代人沿着古人的航行路线 重新漂流了一遍 更是对自己生活梳理了一遍 这趟航行改变了小学课本的一个定论 那就是玻利尼西亚的原住民来自亚洲 这趟航行也改变了社会科学界 对挪威探险家索尔的理论认识 印证了他说的 海洋并不是人类的阻碍 而是道路 这趟远洋航行 也更是改变了六名船员的人生 本片是一部不错的冒险片 喜欢的小伙伴推荐观看 好了今天解说就到这里吧 喜欢恩哥解说 别忘了关注哦 看解说找恩哥 我是恩哥 欢迎大家订阅我的频道 每天都有精彩视频也解说更新 我们下期再见